欢迎来到自说自话的总裁 今天我们接着讲郑成功的故事 上一期我们讲到20岁的儒生郑成功 来到了南京经历了那样一场巨变 摆在他的面前有三条路 儒生的三条道路 第一抗亲 第二详亲 第三放嘴炮 那我们郑成功究竟选择了一条什么样的路呢 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内容的主题 郑成功20岁到他22岁的故事 20岁的郑成功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儒生呢 这个印象在大家脑海里可能很模糊 但是总裁要说一个人 可能你们的印象就一下子具体了 谁呢 就是近代的一名大儒 一名红儒 叫做姑红明 我们都知道他是一个语言天才 他会很多很多种语言 儒学学问也很好 他也是出生在南洋 对吧 学在东洋 对吧 长在北洋 试在北洋 对吧 那我们郑成功其实也是这样一个人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我们可以考证郑成功 他的语言起码是能熟练使用这样几种的 第一 他的母语日语 第二 汉语官话 这是肯定没问题的 第三 就是他福建老家的家族老化 对吧 家族方言 名誉 再考虑到郑成功 这样一个郑氏集团的长公子 一定是能够和他老爹一样 熟练的使用当时世界上比较通用的通商语言 就是西班牙语 葡萄牙语 拉丁语 这样一种拉丁语系 对吧 第二 考虑到他们当时 郑氏集团在这个海域内最大的竞争对手 是荷兰人 那荷兰人的荷兰语 他们也一定是能够掌握的 这就是这样一个语言天才正成功 有了这样的语言天才 我们往往会发现 这种具有语言天才 从小生活在一种复杂的语言环境下的人 都有一个特点 这个特点就是能言善辩 再加上正成功呢 他官二代 富二代 对吧 这样一个正式集团长公子的身份 给他带来的自信 我相信20岁的正成功 一定是一开口就是慷慨激昂 对吧 一言讲就是群情激愤的这样一个角色 也是这样一个实力的嘴炮派吧 我们可以这样说 就是如果拿今天的任务来做比较 我觉得这就是一个活脱脱的马爸爸呀 对吧 马爸爸 更何况呢 正成功还有一个特点 是什么呢 他就是一个能说到做到 有资本 说到做到的嘴炮派 想想就和今天的王校长是一样的 我说什么我就能做什么 因为我有这个资本 是不是 就是在想想当时的世界时局和现在的世界时局 王校长其实是不幸的 对吧 他只能够让他在虚拟世界中带你一支支站站队去拼搏 对吧 而我们的正成功呢 当时是有机会带你东亚甚至东南亚这样一个区域内最强的海上力量 去由自己发挥的 就像二十来岁的王校长一样 二十岁的正成功 也能让他的一举一动 都成为很重大的公关事件 新闻事件 1645年 也就是崇祯皇帝梅山之役的第二年 对于二十一岁的正成功来说 发生了这样三件大事 第一件大事 就是多夺的大军攻破了扬州 攻破了金陵 杀的当时南方人都傻眼了 第二件事 就是正成功利用他的私人关系 终于把他的母亲从日本接到了福建老家 得以母子团聚 这对他来说一定是一件大事 第三件事 就是正成功的爸爸和叔父 郑之龙 郑之凤 这样一对兄弟 郑之凤也叫郑洪魁 史书上更多的记载他叫郑洪魁 他们两兄弟明显是一黑一白 走的这两条道路 郑之凤是当时的大明武举人 是大明的正式官员 他们两兄弟在福建 拥立了唐王朱玉建 史称龙武帝 南明龙武帝 就是他们两兄弟 郑氏兄弟 在福建支持了这样一个南明政权 好 这三件事都被郑成功成功的抓住 并且引爆 成为了年度的公关事件 怎么说呢 我们依次来看 多多的大军 刚刚攻破金陵的时候 对吧 甚至是快要攻破金陵的时候 这个时候 郑成功一定是 南京城内最意义生辉的一个嘴炮派 甚至超过了他的老师前千亿的光芒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考虑到他的身份 他可是正式集团的长公子 对吧 我说要和满清干 那可是有奸船力炮 对吧 有麾下猛将 对吧 有政治资本 有经济实力 和满清对着干的 你们不相信我相信谁 这样可能在从南京 撤回福建这一路上 郑成功身边就聚集了一大批 所谓的儒生 所谓的死至不渝的反清自私 给他积累了政治资本 让他让郑成功的嘴炮 变成了一点点实际可用的政治资本 但是呢 郑成功必定很年轻 也和前面的南民嘴炮派一样 有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 就是虽然说满口的义愤填膺 但他们脑子里至于怎么干 是完全不知道的 别人是坑同僚 郑成功这一上来的嘴炮派 却是百分之百的坑爹 好 我们来说第二件事 第二件事呢 就是郑成功这个时候 一定是通过自己的嘴炮实力 积蓄了一些政治力量 而在这些政治力量的拍马屁 或者是叫自我陶醉之下 郑成功一定是认为自己已经是大官了 自己已经是领袖了 自己已经是一方人物了 于是他兑现了他小时候的一个承诺 把他的母亲通过私人关系 终于接回了福建老家 这在后来看 也确实不是一个明智之举 接母亲回国这件事 让他们母子得以团聚 当然这件事一定也被郑成功利用 成为了一个公关事件 怎么说呢 就郑成功把他母亲接回国以后 一定是站在台上 慷慨激昂的对所有人说 现在我们郑氏一族 郑氏父子 还有我的母亲都在福建 你们还有谁 妄议我是日本人 妄议我留着后路了都给我闭嘴 对吧 我们现在正成功 我就是要铁了心的跟满清对着干 反清复明 对吧 这样一个爱出风头的年轻人 爱站在台上高声呐喊的年轻人 真的是没有考虑得过更多的后果的 此时接回他母亲一定是一个不明智之举 我们后面会讲到 而郑成功就是陶醉在这样一种民主大忌 陶醉在这样一种社会责任的状态之下 好 第三件事我们来看 就是南明的龙武皇帝 此时一定是爱及了这个郑成功 这个嘴炮牌的郑成功 一定也是被他的嘴炮深深所吸引的 因为他和他的老爹完全是不一样的 他老爹是一个游走在各方势力之间搞平衡 火中取溺的老江湖 今天能为了利益拥立你龙武帝 明天就能为了利益把你龙武帝卖掉 郑成功的父亲郑之龙是一个只讲究利益最大化的商人 而郑成功呢 他是一个被自己的公关话术 被自己的野心 被自己的欲望所裹挟的一个年轻人 所陶醉的一个年轻人 此时南明的龙武帝做了一件事 就是把国姓赐给了郑成功 估计那个时候龙武皇帝也确实没有什么 能够赐给这样一个官二代富二代了 就赐一个国姓吧 赐国姓这件事 在历史上很多很多人身上都发生过 尤其是唐代和明代这两代 少说也有上千人被赐国姓吧 甚至是当时和郑成功一起被赐国姓的 还有一个郑成功的堂弟 也就是前面所说的郑之凤的儿子 也是和郑成功一起被赐国姓的 那我们来看历史上 你记住的国姓也有几个呢 恐怕只有郑成功一个人 这就是郑成功是一个公关高手的表现 他被赐了国姓以后 他觉得这是一个莫大的荣誉 这是一个莫大的公关蔬菜 他就做了一个换logo 今天的换logo 统一公关话术 统一品牌定位 聚焦传播力量 做一个传播最大化 将自己的名字都改了 在他被赐国姓之前 他是叫做郑生的 赐国姓之后 他才改为叫郑成功 成功 复名成功之一 理论上 他此时被赐国姓应该叫做朱成功 才对 但是呢 这也很巧妙 他为了避讳 就让人家称呼他为国姓成功 也就是我们俗称的国姓爷 这样国姓爷这样一个logo 就成了他身上的标签 真的 这一个据说非常非常的成功 真是一手漂亮的公关活 一个顺应时代的换logo 聚集了千亿明星 省下了千亿的广告费用 真是高明啊 想想 总裁 创业的公司 也是重拾广告 重拾公关行业的 总裁环顾四周的广告人 公关人 相比于此时 二十岁的郑成功 真的是相形见错 厉害 这一系列叫好又叫做的公关事件呢 匹配上郑成功 这样一个热血的年轻富二代 我们就看到了一种化学反应 这种化学反应叫做 好看不中用 再把这种好看不中用 匹配上他老爹的圆滑四孤 匹配上他老爹的一生追求平衡 真的 我们就看到郑成功 真是涂羊涂神炮 接下来郑成功 又在当时的一个环境下 做了一次 惊天地七鬼神的公关事件 而这一个公关事件呢 真的是很坑爹 不仅坑了他爹 还坑了他的母亲 坑了他最爱的母亲 也坑了整个郑氏家族 让郑氏集团这样一艘巨轮 彻底失去了控制 总裁这也许是马后炮 在郑成功攻下台湾不久 郑成功三十九岁的时候 他就抱病而亡 郑成功死在一种孙先生那种革命尚未成功 同志仁勋努力的梦幻当中 所以说他是幸福的 至死他都是举着枪 纳着喊在相牵的 但是如果我们换一个角度看看 郑成功如果得以高手 在台湾他的晚年一定会像蒋先生一样 回顾他这一生 他会发现自己这一生是多么冲动的一生 自己这一生真的是因为年轻冲动 害死了他的爸爸 害死了郑氏一族 甚至害死了他最爱的妈妈 当然从历史的大角度上来看 郑成功拼搏一身 奠定了一个台湾宝岛 神圣不可分割这样一个基础 捍卫了我们的民族尊严 所以抛开小家 我们谈大家 郑成功依旧终究 而且永远将会是我们的民族英雄 好了讲到这里 我们接下来要讲郑成功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公关事件 导致他们郑氏集团成为一艘无法回头 失去控制的巨轮 顺水而下了 这就是我们下一期要讲的故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